朝鲜曾经有多怂,就为这事,大清皇帝一个决定把国王吓出兵。 顺至十一年1654年11月,清朝的两个农民到朝鲜购买羹牛,多日未归。 清朝官府怀疑二人被朝鲜人所害,但朝鲜方面极力否认,在逼问下,朝鲜阿城山庆元府都监官承认,曾率领九十多名官兵越境到中国发墓,但没有杀人抢牛,不过该都监官表示愿意拿出十五匹麻布,两头捉给死者家属作为安慰。 顺至的知此事后,则令朝鲜国王严查。 朝鲜国王不敢怠慢,派出精干力量,迅速将主要案犯抓获,同时将涉案的地方官兵一并逮捕,并压戒至汉城,由多个部门共同会审,但被抓的案犯是承认越境伐木,否认杀人。 朝鲜方面认为,反正越境与杀人都是死罪,并且杀人也没有确凿的证据,最后单以越境罪论处,顺至接报后大为不悦,斥责朝鲜国王要严惩肇事者,并派特使前往汉城,与朝鲜共同审案。 朝鲜国王这下不得不重视了,他亲自指挥,会同清朝特使将涉案的大小官员及罪犯主义审问,从众论处,就连隐瞒案情的将官都被定为死罪,审判结果上报后,顺至虽点头认可,但还是不放心,再次派特使赴汉城监督朝鲜方面执行。 朝鲜人越境不仅杀清朝百姓,还杀清朝官兵,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八月,朝鲜人韩德湾一伙二十七人,到清朝三道沟地区盗采人参,途中遇到勘察地形,绘制地图的清朝驻房邪灵等官兵,韩德湾等人极力反抗,用鸟冲打死,打伤两名清兵, 及十二匹马后逃逆,康熙大怒,派钦差赴朝鲜审办此案,查业朝鲜国王。 朝鲜国王吓坏了,调集全国力量抓捕逃反,尤其在边境地区,更是挨家挨户搜查,四处张贴通缉令,权赏不高,很快,韩德湾等人悉数被抓。 与此案相关的各地方官,就连犯人原籍的官员,也一并被逮捕,并在清朝钦差还没到朝鲜之前,就将犯人审问了一遍,有些官员恐被诛连,甚至畏罪自杀。 朝鲜国王也吓得一支暴病不出,但立主将罪犯严刑处置,最终,会审后,韩德湾等主犯被判立场,其媳妇,儿子终身为奴,其他从犯不砍头,用剑射死,被捕官员格职的格职,打板子的打板子,流放了流放。 审判完罪犯,清朝钦差还是揪住朝鲜国王不放,朝鲜国王深感罪孽深重,主动承认都是他的错。 即便如此,康熙还是没有放过朝鲜国王,向朝鲜发出子文,要求发银两万两,中途送信的朝鲜沉奏是差极了。 向清朝来了个越级上方,说他们国王实在冤枉,这下可把清朝礼不惹怒了,要求朝鲜对陈奏使差严加治罪,最终,陈奏使差被降了四级。 类似这种朝鲜人越境杀人的例子还有很多,而朝鲜人之所以会越境,主要还是因为朝鲜比较贫困,百姓生活艰难,干农以前,朝鲜人越境主要以挖餐为主。 后来,随着东北封禁政策的逐渐放宽,一些内地流民到东北开垦,也常常私自踩身,打猎,并私下与朝鲜人进行边境交易,用人参,陆皮换取日常生活用品。 如此一来,经济纠纷不断,随之而来的便是各种案件频发。 而清朝政府对朝鲜人越境的处理,初期比较严厉,抓获后要押界回朝鲜砍头,后期逐渐宽柔,甚至还出现了脚尖后的处罚。 初期审判,是清朝派出世事到汉城会审,朝鲜国王不能干预,主要听从清朝方面的意见,后来,逐渐将审判地点,移失到边境的凤凰城。 再后来,又挪到了圣经金神呀,清廷早期还会对朝鲜国王问罪,后来也逐渐对朝鲜国王免除了义罪。 有趣,有料,有深度关注公众浩涛历史,和替军一起读历史作者朱光强来源百家讲坛杂志。